上厕所我都不出去 我屋里边跟我家去 大妈活得实在太极派 事和拉萨都在一个屋 大妈缺了在其中 这样生活才得劲 你觉得在你心里 啥样的生活算是简单的生活 就像我现在就是非常简单 这一见到尹大妈 红娘就是一番夸断 大妈特别特别年轻了 太天来了 太天了 大妈这小身板挺瘦弱 这刚进大妈家闻 红娘就被惊高了 我被习惯了 大妈家里不仅没钱贵 连个拖鞋也没没有 大妈对此也有自己的解释 不过大妈屋里真的是啥都没 连大妈自己也说 这在网里一看 大妈的客厅是更夸张 这是不是有些过分简单的 大妈家的厨房也是一样 就两个锅连冰箱都没有 大妈对此有自己的想法 丫头我不吃冰箱东西 我就是不吃 到朋友家啥的 也尽量不吃到家冰箱东西 看不出来大妈还挺养生的 这就是保持身材的秘诀了 虽说大妈过得很国际 但手可是非常的巧 这个穿的衣服全自己做 这个穿的衣服是自己做的 全自己做 我不买 大妈这还挺厉害的 大妈是啥衣服款式都会做 这每件衣服都做得有模有样的 其实大妈变成现在这样 一切都是因为第二任丈夫的去世 丈夫去世后 大妈吃饭都吃不进去了 你看我现在这样 我那时候最瘦就是剩的七十多劲 那很瘦 走不出来 这个体重真的太佳人了 心里再难过 大妈还是一个人操办完了所有的事 最后我所有的从她去世 一直到最后把她送走 一切都是我操吃的 大妈在人前装得很坚强 只有她自己知道自己心里有多难过 不知道我晚上到啥程度 不晚上就这个屋里边 我把所有的门都关了都锁着 那时候不严够 上车说我都不出去 那我屋里边给我银去 我都到那个程度 这是有多难过啊 师父拉撒都在一个屋里 大妈也不愿接触任何人 把电话 非不能提 就是一个人在这个屋里都待着 没提的时候 现在大妈慢慢走出来了 就想找个热爱生活的人一起度过余生 于是红娘就找到了人大爷 在家干啥呢 在家收收小院 大爷可是相当的热爱生活 家里小院收拾的相当力整 本来就平常自己都耽误了 还是不值得吃 大爷人种菜也不是吃的 哎 就是完 你们走这屋 坐床一顿哭 就想起我爱人了 大爷一坐下就说起了过世妻子 七群大爷直接泪洒相亲现场 大妈也是跟着一起哭 人有三千级唯有相思不可一啊 这一进屋就看到大爷家阳台上摆满了花 就是一个平时热爱生活的人 对 热爱人生活 大爷这屋瞅着都相当舒服啊 虽说大爷快起始了 可却一点都看不出来 红娘就可羡慕了 但是您长得很年轻啊 很年轻啊 不像七七啊 是不是你跟我说说永保青春 这秘诀是啥呀 这话听得大爷是相当开心啊 也毫不保留地说出了自己的保养秘体 总之就是别想那么多 妻子刚去世的时候 大爷也是无法接受 好在大爷上了老年大学之后 就对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学唱歌 学跳舞 从那开始是不是就是挺热爱生活的了 对 热爱 于是红娘就带着大妈来到了大爷家 这刚进到大爷的小餐园 红娘就是一顿花 天天都觉得弄那些东西就可开心了 大爷就顺着红娘的话说了下去 展示了一波自己对生活的热爱 周小圆 转了身体 转了身体了就像是这样的 听见这话 大妈是相当满意啊 就该找个热爱生活的带在自己 看到大爷养的花 大妈也是自愧不如啊 不像我 我啥也没有啊 之后大爷是热情的给大妈拿水果吃 好的 好的 你来 先将外 谢谢 谢谢 哥 咋的 大妈这是太紧张 想叫声 哥们缓解尴尬啊 接着大爷就带着大妈参观自己的厨房 尤其是左边这两个冰箱 我说很少家里头一个人生活的话 有两个冰箱 是不是 大爷光冰箱就有两个 然后红娘把大妈的厨房情况告诉了大爷 他说他就是先吃先买 他就不用冰箱 没有冰箱 听见这话 大爷也是非常的豪气 没有冰箱 拿过去 谢谢 谢谢 这句话我就非常高兴 这话把大妈听得是相当高兴 俩人是都对彼此 有好感中带着一丝不足 听一下还好 就是个儿稍微压一点 人看上去挺忠厚 挺老实的 还行 挺好的 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我喜欢的就感觉他有点瘦似的 但这俩人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之后大爷就给大妈说了老伴的事 我了八点多 九个月 八点九个月 我来 看话聊 所以我来说 说一致 痛甘不苦 大妈也是被大爷不离不弃 招顾妻子的事 感动的不行 这一提到老伴的事 大爷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唉 叔叔一说到这儿 还是有一些挺激动的 大爷真是用情之深啊 对于大爷的丧偶之痛 大妈是非常的能理解啊 我确实亲眼 她是新港 新港的话更快 几分钟 几分钟 抢救都没来得及 虽说丈夫的趣事对大妈打击很大 但这时候大妈又在安慰大爷了 这时候咱们都尽到这儿了 尽心了 就行了 这不在众人面前 大妈实在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你们走立后坐床一顿哭 就想起我爱人了 大爷大妈两人都是重情重义之人啊 大爷也是很能理解大妈 上次说我都不出去 我里边跟我头去 奇葩大妈一眼相中大爷 对她是哪哪都满意 乡亲现场直接大门表白 只要是对了人 我愿意为她做出改变 我会非常的去适应 我适应能力特别强 聊完了各自的婚姻 大妈就告诉大爷自己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生活要求简单 出人出事也简单 不复杂 对此大爷也很认同 其实咱们平平淡淡的日子过好 我说年这么大岁数了 这确实是 面对大爷的态度 大妈也是立即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假如是找了另一半 我也能对他特别好 也会很照顾很包容 我是一个很有包容心的人 这话听的大爷是相当的满意 反正俩人是现在咋聊咋投机 但红娘担心大爷不知道 大妈的生活有点简单的变态了 就出声提醒了一下 因为叔叔说您可能不知道 因为您没去阿姨家 我去过 阿姨家呢就是 比如说窗台上不会养一些花了 或者是客厅呢 也不会有电视棍 也没有电视 可能茶底上都不摆东西的 听完这话 大爷就显得有点顾虑了 有 有这个机会 有点想法 过日 起码家里得有点东西 大爷现在是碗头小问号 但尹大妈此刻就有话说了 我要说真正的 想着这个人了 各个方面 这个人都在留言园 各方面都行 我会非常的去适应 我适应能力特别强 这或许就是爱的力量吧 大妈不要求对方改变 而是自己去适应 不能说因为咱们的到来 也能做多少改变 两个人呢 如果真的能走到一起来 然后想适应 面对红娘不断的询问 大妈也是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这我都能接受 你心里不会有不舒服的地方 没有 就比它再多一点 我都能接受 在大妈看来就是人对了 什么都能接受 如果这个人行 我咱样都可以 我都感觉俩人要成了 大妈又抛出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你身体还可以吗 还可以 你在这么瘦呢 我身体特别好 我身体特别好 对于大爷关于自己体重的询问 大妈也是感到很无难 我80多年了 一来就是这么 对 我从长到大20多岁 一直到现在都这样 这是多少女孩梦寐以求的体质啊 这再一细问 大妈发现大爷身体果然有问题 听到这 大妈不乐意了 其实大妈的顾虑我们也能理解 不想再遭受一次丧腹之痛 大爷也能理解大妈的这个顾虑 理解 我很理解 尤其他那个原先那个性格没的 这个确实是理解 我理解 希望两位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吧 扭论 白脱 扭论 那